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上次有提過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暗黑物質的問題 其實當時我們已經提出一個疑問 就是究竟是不是真的有一個暗黑物質存在呢? 大家就要不厭其煩了 我們之前連續兩個星期都有提到一些暗黑物質相關的東西 早點我就說中國的那個實驗去幫忙去找這個暗黑物質 也都介紹了那些暗黑物質測量的機制 我們記得在上星期都有提到 這個暗黑物質存不存在其實都是一個假設來的 我們假設它存在的時候 以及假設它以某種形式存在的時候 我們用了這樣的方法 最後會量到還是量不到呢? 這個就是一個不解之迷 為什麼這個星期又要繼續說呢? 其實一定是有些新的發現 而且我會覺得這個星期講這個和暗黑物質相關的發現呢? 我自己覺得非常重要 它雖然出的那個期刊不是很頂尖的期刊 但是我會覺得萬一它如果是真的話呢? 它直接動搖了整個暗黑物質的那個不解之迷 究竟是不是有根有據? 這個事源是這樣的 其實就是剛剛這個星期呢 就是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的一幫天文觀察的人員 他們做了一個很基本的 只不過是重複以前我們做過的一些天文觀察 但是出來的結論呢 我認為是完全動搖了那個暗黑物質的假設的 就是很大機會動搖得到 那麼這裡又要提起一點點故事了 就是我們為什麼會認為世界上是有一些 它不發光 我們一直看不到 但是它是存在 而且是會產生到萬有引力 而且它們在這個宇宙面應該會有很多 只不過是因為它不發光 它不參與我們日常所知道的電池作用 於是很難找 它甚至乎就是可能是一些 完全是在我們元素周期表 還有那個基本物理那個基本粒子模型以外的一些古怪物質 我們一直以為是這樣 現在一直都找不到 其實為什麼我們一直要堅持著這個假設呢? 其中一個原因呢 也是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要看回我們銀河系那裡 台長他展示了一張銀河的照片 我們就有什麼東西從這裡說起呢? 當我們觀察這個銀河系的時候 我們很想了解整個漩渦是怎樣形成的 我們知道這個漩渦有這樣的原因 就是因為中間的東西轉得快 外面的東西轉得慢 中間的東西轉得多快和外面的東西轉得多慢呢? 照計是由一些我們已知道的萬有引力定律 是可以描述到的 我們現在用到這麼大尺度的萬有引力定律 就不是用牛頓的 是用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嘗試理解它 我們發覺我們不能夠很正確地 用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去解釋到我們觀察到的東西 我們看到沒錯 在銀河中心那堆發光的東西轉得很快很快 外面的東西呢 就比我們轉得想像中快 就是因為我們就要透過很多觀察結果 來引證這些東西來搜集數據的 我們看看裡面的東西走得多快 再看看外面的東西走得多快 我們發覺有些東西不對勁 外面的東西為什麼比我們想像中走得快呢? 但是以我們數齊的物質 計好數 如果是只有這麼多物質來講 裡面的東西是這麼快 外面的東西照計是很慢的 但是我們看到外面的東西比我們想像中快 於是我們就需要一個新的假設 就是說我們需要有一個暗物質的假設 這些暗物質甚至乎 假設是大了一個地步呢 是比起我們原有看到的物質還要多20倍 於是乎整個宇宙裡面呢 95%是暗物質 5%是我們數得齊的發光物質 要有一個這樣的假設 才能夠幫我們解釋到整個銀河上的東西 旋轉速度的那個數據才能夠吻合到 而且這個假設需要這麼大塊的時候呢 我們就覺得這個假設應該穩妥 因為我們實在太多東西解釋不到 除非你有一樣新的東西 這樣的樣子 整個暗物質的那個假設的源頭 是來自這個故事先的 剛剛這個禮拜那個麻省理工的這個研究小組 他發表了什麼結果呢 他就將這些這樣的天文觀測 就是這個我們銀河是靠近核心的那些星星 和銀河是比較外圍的那些星 度多它一次 將它的速度度度得精確一些 甚至乎我們度得更加遠一些更加多一些 以往度不到的那些發光的遙遠星體 我們都度 就針對於在銀河是邊緣 最邊緣的那些東西 以前沒有度過的 和以前度得不夠準的東西 再重新去度一次 那應該就照計給出更加準確的測量了 出來的結果就有趣了 他就說呢 外面那些東西 不再是比我們想像中走得這麼快 而是慢了很多 慢到那個地步 當我們將重新再用廣義相對論擺下去的時候 對於那個暗物質的假設 不再是需要成19、20倍那麼多的暗物質 只需要是多兩倍就可以了 就是說呢 以前呢 你需要一份發光物質 對19份的黑暗物質 才能解釋到整個銀河的那個的觀察結果 現在我只需要一份的發光物質 對多兩份的黑暗物質呢 就能夠解釋到這個結果了 所以呢 這件事呢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大的修正來的 一件事原本需要是1比19的東西 降到只剩1比2 會不會最後其實根本上不需要這個假設呢 現在暫時不知道 所以在這個研究發表出來呢 它就純粹了 就是說呢 它是令到收窄了 我們需要假設 能何暗物質的那個份量 它不是完全否定了 我們不需要暗物質 而是現在那個暗物質的那個份量呢 就那個假設是比我們遠遠中是少了很多了 那會不會之後呢 你可以想一下一件事 我們之所以要這樣修正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發覺 就是說 以往讀得不準的星星 現在我們讀得準了 對於他們的速度我們讀得準了 會不會另外一個方面就是說 很多我們以往以為數不到 看不到的東西其實它存在 現在我們有新的方法可以數到的呢 原來還有一些其實根本是正常物質的東西 但是它就被東西遮住了 我們就數漏了看不到呢 原來這些東西在我們的銀河那裡也都有不少的 所以我也都在這個星期那裡 我順帶一提另外一個的研究呢 它就在講一種呢 在那個銀河甚至乎整個宇宙 一些很獨特的一種星體 它有一個很有趣的稱呼 叫做Old Smoker 一個老煙槍 那就是一種什麼的星呢 它是一些比較 在它那個行星發光發熱的周期 走到比較後期 去到紅巨星階段的一種這樣的星體來的 它們這種星體呢 除了是一路發大 變得好 變紅色之外呢 它們還會大量產生很多的黑煙 這些黑煙甚至乎是多到一個地步 導致黑煙遮住它原本自己的星光 我們怎樣去發現它呢 就是發覺其中一部分呢 遮一下又不遮一下 遮光又遮不光 有時又看得回 有時又看不到 就是會不會其中下 在那個Orient那個獵戶座上面 那個Baitagis的星都會是這一種呢 你如果最後說它是這種星 我都覺得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我們已經發覺它很多次的光度的改變 就是現在我們發覺呢 這種明明是由正常物質組成的這種巨星 它們都可以因為 飆了很多黑煙出來的緣故呢 令它們是若隱若然的 甚至乎會不會有機會是那些煙大的地步 根本是遮到我們看都看不到呢 從而令我們數漏東西呢 而那些東西有多少呢 我覺得這裡是值得留意一個統計研究的方向來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星期突然之間發生了兩個消息 我自己都覺得好像都很震撼到暗物質這個研究的 會不會最後就是說地球上面那些人去到處找暗物質 就是很大機會是白做呢? 會不會寧願你在一個宇宙裡面去從事一些正常物質研究那裡 找更加多的新東西 會不會有一些正常物質 就已經可以讓我們數回齊 就幫我們解釋到整個銀河的那個旋轉呢? 那另外呢 同時間我們都不止一次是遇到這樣的情況的 是我們在以前的天文研究裡面 都找到一些很特別的銀河呢? 其他的銀河呢? 它是不需要有暗物質的假設的 單憑它那裡發光的東西 我們已經理解到它的那個旋轉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那在這裡來講 我們是會不會慢慢走向一個地步 就是越來越懷疑那個暗物質 會不會根本上不需要一個這麼強的假設呢? 會不會最後甚至乎不用呢? 那我就覺得也是可以留意一下的研究發展方向 那這個剛才你說的那些星是出現了那個黑煙 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呢? 那其實很有趣的 在這些這樣的星呢 走到它的生命比較後期的時候呢 它是會有很多的元素是扔出來的 那其中就算我們的太陽走到最後都會的 它會將自己的大氣在外圍那一層呢 就會是推到很出 甚至乎會吞噬了那個水星、金星、地球 都會被它吞噬了 那到時地球如果有大氣都被它吹走了 而這些東西呢 我們一般來說 很多時候假設就是最外面那層最輕的元素 那些輕的元素 但是實際上會不會其實是 整個東西是可以很髒的呢? 很多其它納納納納的元素 一起這樣扔出來 甚至乎扔出來的時候 它會是很濃密很濃厚的 就變成一個黑煙的形式呢? 尤其是推到最外面那一層 它已經是冷卻了 還有一些很混雜的元素去累積了在外圍的時候 就變成有一層很濃厚的星雲 去包住它自己呢? 就由它自己這樣推出來 那這個是它恒星演化到最末期的時候 當它是會扔得比以前更加多的東西去外面的時候 就出濃煙就是一個可以發生的結果 但是在以前其實我們是不是看不到這些濃煙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這些濃煙它是不發光的 但是我們後來為什麼現在就比較容易看得到呢? 就是很依賴著我們現在呢 新一代那種這樣的天文那些衛星 我們去用一些光學的望遠鏡 看它可見光的光譜 James Webb望遠鏡就加上這個紅外線的光譜 甚至乎軟紅外線 就是它透過這些軟紅外線去觀察 一些它不發出可見光的東西 我們都看到它的紅外光 那些紅外光夜視鏡的那種原理 就看一下一些純粹是由一些比較熱的雲 去發出來的紅外光 在這方面我們的認識是多了很多的 那也是有了這種這樣的軟紅外線的方法 和其它不同的光譜的比對 令我們確認到一些新的星體去存在在那裡的 一個方向就是我們會放得更加多這些太空望遠鏡 而那些太空望遠鏡不一定是看光的 可能是看其它的物理的訊號的 那一樣會有 那除了我們看這個 那就是現在歐洲還會放多些什麼的探測器信太空? 那這個星期又有一個新的進展 對於一個已經是談論了很久的一個儀器 一個新的進展 我們曾經去報導過一個世界上 都挺厲害的一個測量重力波的探測儀 叫做LIGO 它在美國裏面多過一個地方有一個這樣的裝置 我們曾經用這個LIGO的這個儀器 是捕捉到一些很激烈的天體事件 給出來的重力波的訊號 其實我很記得在90年代 我看我的師兄做這些研究的時候 就在討論著 未來我們有LIGO這個儀器之後 就量到重力波 我們就可以嘗試找一下 這些天文事件裡面其他的古怪的訊號 來去預測一下 而除了提LIGO 當時也提了一個叫LISA LISA 它和LIGO是不同的一個裝置 但是它們都是一個拿來捕捉重力波的裝置 LISA這個裝置是還沒興建的 但是就籌備了很久 基本上你提LIGO的時候 也都有人提LISA這個裝置 它勁是勁在什麼 還有為什麼都還沒興建呢 但LIGO這件事是建在地球上面的 就需要用一些很精密的一個激光的激光干涉儀的這種儀器 和一個很重質量的秤塗 來去看一下上面會不會收集到一些重力波的訊號 有人就說地球上面很多干擾的 只是地殼運動那裡這麼多的震動 已經給了很多干擾給你了 如果我們有能力 將這些測量重力波的訊號 擺在太空上面做 譬如說 我在人造衛星的軌道上面 擺幾個很穩定地 保持一個很穩定距離的一個人造衛星 一組的人造衛星 至少有三個 擺成一個三角形的陣勢 然後他們之間是經常是用激光的互相去量度大家的距離 然後看一下會不會突然間有一些重力波的訊號 在他們這個三角形的陣列中間穿過的時候 令到他們出現了一些擾動 一些時空的擾動 就由他們幾早交換的激光那裡 那個資訊可以收集回來 這個就是所謂一個叫LISA的概念 就是一個建設在太空空間裡面的一個 測量重力波的激光干涉儀器 那現在最新的消息是什麼呢? 就是說 歐洲那邊就準備 已經批了 就是準備在2035年 他們現在還有11年的時間 才會正式把這個LISA的這個儀器 放上太空那裡 那可以預期LISA這個儀器 比起地面上的LIGO這個儀器 在量重力波方面一定是會更加精確的了 到時就會有更加精準的測量可以期待 雖然這件事情我自己已經聽了二十幾年了 原來還有十幾年才放上去 但是我會覺得這個呢 就是拭無以待 在將來他一開著的時候 給出來的那個重力波的資訊一定是非常精彩了 我想到時我們又會繼續去報導這個消息了 是啊台長你不要這麼快退休了 就是我們等多十幾年 我什麼時候說我退休 就是萬一你想退休的時候 就是就算說真的 現在退而不休也可以 就是繼續去做這些科學新知的報導 是啊 我們這一節要結束 我們下一節回來就是科學的一路 2022神秘的夜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和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嗯?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來的 大家不下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的了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這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我手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東西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 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呢 人們就在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有錯了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話 其實呢 就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呢 就是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的 好啦 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